西非裔村庄中的鳄鱼全被驯化,你想在那里骑下鳄鱼吗? 你见过长得像蒙娜丽莎的水稻田吗?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四个奇特的习俗,一起来看看吧! 日本稻田话 吃过日本大米的人都说日本的大米比中国的好吃 日本人对于大米这种食物是十分喜爱的 他们最喜欢用大米做寿司和饭团了 除了做饭,他们还用大米搞艺术 我们可以在日本田舍馆村看到水稻做的画 日本这一习俗起源于1993年 当时为了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 他们想出了这一奇特的水稻农耕旅游 他们作画的风格多变 既可以画世界名画蒙娜丽莎 还可以画一些日本的历史名人 这些图画是用七种颜色不同的水稻画出来的 等到水稻丰收后就会按照正常价格出售 长发村 我国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不同的习俗 位于广西龙盛各组自治县的黄洛瑶寨的女子 有续长发的习俗 他们把头发当作父母的骨血 医生只剪一次头发 是在17岁成人李的时候 他们还会把平时梳妆掉下来的头发 收集起来编成辫子 未婚的女子需要用一块黑色的头巾 把头发包起来 据说如果未婚女子的头发被男子看到 这个女子就要嫁给这个男子 等到结婚的时候把成人李剪掉的头发 以及梳妆掉下来的头发一起盘到头上 如果婚后生了孩子 还要在头发上加一个剂 桃米水加上祖上流传的保养方法 可以让他们的头发又黑又凉 就连老人都没有白发 可以骑的鳄鱼 从小我们就知道鳄鱼是一种 十分危险的食肉动物 看到一定要远离它 在西非布吉纳法所首都 瓦加杜谷西部的小村庄巴祖来 这里的鳄鱼时分温顺 他们不攻击这里的村民 这些村民从小就在河里与鳄鱼一起洗澡 甚至还会骑到鳄鱼的背上 据道芬自由报报道 这些村民每天都喂养鳄鱼 所以这些鳄鱼基本上已经被村民训养了 游客来这里游玩也可以购买活鸡喂养鳄鱼 如果胆子大的话可以摸摸鳄鱼 或者骑在鳄鱼身上 手语村 说起巴厘岛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浪漫 在这里英语是通用语言 但是有一个村子非常特别 他们不用英语交流 而是用手语交流 这就是本卡拉村 本卡拉村中有3000多村民 其中44%的村民是龙雅人 所以这个村庄也被称为龙雅村 因为村里的龙雅人太多了 所以当地人是使用一种古老的手语进行交流的 这些手语和我们现在通用的手语不一样 不过这种手语比较通俗易懂 学过手语的人基本上都能看懂 研究发现 村中龙雅人比较多的原因 是他们体内有一种DFNB3的隐性基因 这种基因在村子里普遍存在 是导致他们龙雅的罪魁祸首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一只传播 起问去世的兔子